我這邊是有東西要介紹給大家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台灣的 是真的要增長一點國際知識 我昨天意外一下看到這支影片 我覺得Oh my god 其實就是我竟然沒有給你們看過 我竟然也沒有跟你們聊過或解釋過 平常嘻嘻嘿嘿OK 但我們今天先看這支影片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所以你們知道華人有分很多種類嗎? 因為你在台灣看不到這些東西啊 台灣的外來人就是非常少 全部的外國人有台灣居留的 只有八萬多個 根本看不到這樣的事情 印尼的華人 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也是很多 中文晚安 Divari的故事裡可以講 Divari是什麼?聊天室有人聽過嗎? Divari 就是Divari的一種啦 就是一個排燈節的意思 排燈節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什麼是排燈節 Divari Divari 你看他是講廣東話 但是他是印度人 因為香港也非常多這樣的種族 Div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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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可以啦!要不然很沒有營養啦! 我那天在滑網路的時候 我看到了這個標題 十萬印度移工來台 優往恐變性青討 這個可以當成標題喔! 聊天室 這個很嚴重欸! Oh my goodness! 雖然我當空姐的時候 我自己是譬如說我跟你們講過 我飛德里的時候跟我飛Bombe 的感覺非常不一樣 因為很多時候你飛德里尤其我們有一班 他是經過泰國 就是香港轉機曼谷 再飛德里回來也是 那我們俗稱為地獄班 為什麼是地獄班呢? 除了他們會喝很多酒一樣 我覺得這都是我們應該做的 但是曾經我有說過 我在飛機上的時候 服務的時候 你就看到經濟艙嘛 就一群人坐在那邊用手機 然後因為他們就很多人用手機 我在弄東西的時候我就看到 他們就是在選小姐 你知道嗎? 就是他們其實是去曼谷那邊買春的 然後有時候他們還會對我指指點點 或是拍我 OK anyway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就是覺得說 喔怎麼這樣 但你飛Bombei 夢買的時候不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對他們的想法可能 因為我親身體驗過 我整個空姐生涯裡面 可能有四五次 在不同的班機上 都有遭遇到一些 就是不同等的對待 OK 然後那天在華的時候 我在查這個東西 之前有提過說 台灣的外來人真的非常少 再這樣下去的話 台灣就會變成跟阿根廷一樣 但是當我看到這個標題 十萬印度移工來台 不管是真假 變性青島是怎樣 這個字 這個字是可以的嗎? 我惶恐啊 我惶恐啊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是新聞媒體 竟然會有這樣的標題 我不知道我該說什麼 I mean 印度的所有同胞們 我只能在這邊再次向大家 道歉 OK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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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去說什麼 台灣人等一下 因為我不能代表所有台灣人 但我自己個人可以跟他們道歉 我覺得非常sorry OK 我覺得非常sorry 你們覺得 OK的 幫我打一個1 你們覺得 不OK的幫我打一個0 有意思說是因為怕 印度低種 性的勞工 會因為教育程度不高 對女性不尊重 阿請問這個尊重了嗎? 我..我很訝異欸 我很訝異欸 阿這個東西如果被 漁民 譬如說像我媽那種種類的人看到 他應該不會看吧 反正他現在人在墨西哥 媽媽也需要一個道歉 他是不是就覺得說 OMG很可怕 因為他完全沒辦法分辨阿 就是他可能會覺得 喔怎麼會這樣子 要小心一點 什麼之類的 因為他完全無法分辨 你們有看過那種長輩 就是賴群你知道嗎? 就是像譬如說像我舅舅 有什麼東西 有新聞怎樣 他就貼上去 他根本沒有證實過這個新聞 到底是不是真的新聞或怎麼樣 我覺得即使我去印度的 experience 沒有到很好 但也不至於到這個樣子 就是你們有沒有這種長輩的群組啊 然後他們就是會PO一些新聞 或他們看到什麼 然後他們就是想要分享給你 不管你會不會看 阿我就覺得說 天啊!太魚了吧! 就是我自己個人覺得 對於這個標題 感到就是對印度的同胞 感到很sorry 應該在印度移工還沒有來台錢 就為他們貼... 確實!在印度移工還沒有來台錢 或是這不管是真是假 這個也不應該貼標籤嘛 或說是不是很多台灣人 就是很習慣貼別人標籤 那今天當你出去了 碰到種族歧視的時候 你在歐洲的國家或是怎樣 像我...我有一說一啦 像我阿根廷的朋友們 他們就是特別不喜歡美國人 因為他們是歐洲品種 所以他們覺得歐洲人 就是比較優越 比美國人優越 OK 當自己如果也碰到 台灣如果有一天要去哪裡工作 或怎樣 卻是被這樣子的貼標籤的話 那主播覺得某個藝人說某區的人愛說謊 是可以的嗎? 那是肯定不可以 但是 我覺得他當下 就是開玩笑開過頭 他就是一個玩笑話 跟當地的 想要跟他的那個人開玩笑開過頭 跟你是新聞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就看到我看到這個headline 我就會覺得說 God 怎麼會有這種headline呢 這是完全不可以的啊 然後我覺得人民不應該完全的依賴政府 就是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選了這個政府 like這個政府 就要幫我服務 所有的東西 但有些東西也是要我們自己去執行的嘛 而且人數 人的素養就太低啦 就是譬如說像我媽 我媽就是貴婦 可是她的魚 她的魚已經讓我就是太 我的天啊 我不知道她怎麼進步欸 看台灣交通怎麼能期待人民素養 確實 這個議題我講過非常多次了 那今天交通的部分我就沒有要再提 因為交通其實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非常多次 人類是不是皇帝 是 我那天我昨天出去 OK 我昨天開車好像要帶yuhu去哪裡 我出去 啊我然後 搬馬線去友人嘛 然後我是綠燈 然後我要等他走 他很悠哉的在逛街 我也停在那邊很enjoy的悠哉的等他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我應該做 因為我就是車子 因為我在美國的時候 這個東西已經根深蒂固在我的腦海裡了 因為在大家都是這樣的情況下 你自己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所以去香港我特別的慌恐 大佬海賣啊 王我啊 蛤 丁嘛 某以西 某以西 哦某以西 好啦 我跟你講 比較是一個很難的東西啦 你要比你去看一下馬尼拉 但是我們這種東西 我覺得是要自我的進步嘛 是不是